第九百七十集 骑士府深处 一座古山妖气冲天 无穷神光贯穿硝悍 一座古老的妖皇殿浮现 如古天庭一般 巍峨而雄伟 一尊身影 上敌九天凭空画出 黑发如朴 眼中有无尽星辰幻灭 深邃无比 如一尊妖神降临 许多人吃惊 难道是传说中的男妖 叶凡神色一致 无论是妖皇殿 还是那个男子 都不过是一缕神念所画 透过古山而出 如此惊天动地 可以想象那个人的修为 跟一尊妖神一样 庞伯也吃惊 琪琪回来 一个清冷的声音 传至那缕神念 化成一片神光贯穿虚空 将齐郡主卷走 顺兮不屑 南妖这么强大 一缕神念 就超越其他绝顶 年轻强者了 所有人都悚然 这是第一次 见到南妖出手 小叶子 李黑水等人赶来 全都没有想到 叶凡这么大胆 赶来骑士府内 走 我们找地方喝酒去 吴中天说道 不久后 他们来到一个小酒寺 就在路边 不是很大 桃花盛开 一片粉红 不一季节开放 齐士府不可能有大酒楼 但是这样的小酒寺 确实有些 点缀在修炼之地 别有一番妙境 月空兄 你竟是天妖体 真是深藏不漏啊 也凡举杯 叫月空摇头 我这天妖体 名不副实 他出生前 在母体中 就遭人暗算了 先天不足 能够活下来 已经是一个奇迹 但却制约将来的成就 除非我闯过酒到死关 才能再现 天妖体的无上风采 要月空没有细说 似不想提过去的事 齐祸水的哥哥 真那么厉害吗 庞博问道 那是我远方表兄 他的强大毋庸质疑 绝对可以与中皇 北帝并论 要月空点头 告诫他们 不要触怒之 极极厉害 成片的桃花林种 一个身穿瘦皮衣的野蛮人 走来黑发浓密 有一种野性的力量 正是东方野 他闻讯赶来 也不见外 坐下来喝了一大碗酒 才说道 我也来自 马马南岭 当年在一处 原始老林中 见过他 他一只手 按死了一头妖龙 那头妖龙有多强 看比大能 什么 众人倒吸冷气 你确信那头妖龙 看比大能 江淮人有些不相信 当然 因为那头龙 后来被我口吃了 李黑水心惊 那他如今在什么境界啊 三年前 他一只手 按死了一头妖龙 我亲眼所见 当时他刚渡完天节 进入仙台二层天 而今 我想他早已巩固 看比决定胜出 那要竟然这么强大 我一直以为是 好事之人 故意杜撰的 没有想到 真有这样一个 恐怖的青年妖主 火红的桃花 大片的盛开 无尽的桃林 花香阵阵 吉子月清零的走来 笑得很灿烂 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 一身紫衣飘舞 充满灵袖 在他的旁边 神王体 吉好月 龙行虎步 非常的沉稳 黑发披散 毛子深邃 很有一代 无敌神王的气域 与俏皮的吉子月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酒桌上 吉好月 话语不是很多 很稳重 但每一句话 都很有分量 有的人 年少时亦飞冲天 但却就此止步 有的人大气晚成 后劲十足 纵观古之圣人 后者占大多数 内运无穷潜力者 有时 需用一生去发掘 不错 自古至今皆如此 数百年上千年后 我们这一代人 也许有的天纵奇才 会被人淡忘 有的愚者 会龙跃于天 这么说来 千百年后 我很有可能 会将王腾打成一个猪头 打得连他妈妈都认不出来 李黑水说道 众人听完哑然 一阵无言 北地南腰这样的人 不可能缺少潜力 这样的势头将来不可阻挡 不会止步 很难说会达到何种境地 深夜 繁星闪烁 月光柔和 连姬子月的小脸 都喝得红扑扑的 嚷着要镇压他哥哥 吉好月满头黑险 帮他醒酒 想要将他拉走 我没醉 谢您谢尿 我能喝好多杯的 一杯两杯 我刚喝了 一杯两杯 三杯四杯 五杯六杯 十杯 他吐气如蓝 在桃花间起舞 在夜月下 如同一个精灵一样 醉舞 小月子 明天我们一起去 去镇压南腰 镇压中皇 镇压福祝 鸡子月被他哥哥强行拉走了 确实有些小罪了 娇憨的嘟囔着 要镇压他万恶的哥哥 你们知道通向域外的星空古路在哪吗 叶凡送走了鸡子月兄妹 回来询问夭月空与东方野他们 几人都摇头 没有人知晓在哪 叶已深 他们离开小九四 来到一间灵山间 山风很多 每一个人都一处洞府 在洁白的月光下流动锐气 后半夜 万籁俱寂 叶凡独自走了出来 站在山巅 眺望整片骑士府 一望无银 有飞仙之光并起 目的他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奇迹 快速转身 只见虚无间走出一个男子 立在一座上古妖皇殿中 如一尊妖神一样 叶凡心头一跳 男妖 男妖身不可测 一缕神念开辟小世界 如屹立在古天亭中 俯视下方 眸子中有星域 如远古的妖皇复生了一样 男妖 麒麟 平静地开口 我见过你 来自狱外 叶凡大吹已经凝视着他 不明他为何这样说 月华如水 男妖 麒麟 屹立须无间 双眼深邃 九龙拉官 自狱外而来 你们共有十几人 横渡星域 你是其中之一 你 夜深人静 山峰上非常空鸣 一轮神月当空悬挂 洒下一地白光 清泉姑姑 偶有夜鸟提名 叶凡站在一块山石上 心中震动 对方怎么知道这些秘密呢 难道有一位故人落到了他的手中吗 你是如何知晓的 南腰麒麟 身躯昂脏 气度宣昂 黑发浓密 眼神射人 我在古老的腰黄殿中 目睹了这一切 见到你们从天而降 出现在荒谷禁地 这怎么可能 你在南陵 怎么可能会见到东荒的事 南陵与东荒间的距离 可以用天文数字来计量 极其遥远 休是要飞上十几年才能到达 一个人 怎么可以望穿这么远的距离呢 远古遗存下来的腰黄殿 内蕴一块血迹台 上面生一颗天地法眼 是天地间最珍贵的仙真之一 如果一个人的法力足够强大 可以借此法眼 观三界六道 宇宙星域 望穿古今未来 而且 此眼非古之大地不能运转 所需法力过于庞大 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 所能承受的 故此 虽有这样一枚天地法眼 妖黄殿中的诸多大妖 也不能禁察天下事 而只是每隔一万年的轮回时 法眼自主闪动 方可短暂利用 自古至今 困扰修士的最大问题 就是生死 没有人可以永生 连远古大地都不能 为此 在这一次的万年轮回时 几位盖带老妖 以他关东荒七大生命禁区 探寻不死神药的种种秘密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恰巧发现了 九龙拉关从天而降 坠落在荒谷禁地上 走出十几位域外来客 心中的震撼可想而知